首先这个加码券的部分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抽到国旅券呢 这国旅券在11月1号开始可以折抵消费了 这是交通部规划的1000元的国旅券 在今天早上8点钟 应该说明天啦 明天11月1号早上的8点钟 要正式开放消费折抵了 那么很多人想说 我抽到这国旅券到底可以用在哪里呢 目前已经有6500家店家 申请为合作的店家 好适用的商家呢 包括像是旅行业啦 旅宿业啦 就是你要去住民宿饭店啦 还有这个游乐园啊 观光工厂等等 以及呢 林友温泉标章的业者 还有国家风景区的这些店家 都可以来申请 那么如果呢 您是在10月29号之前 有完成登记的话 告诉大家有个好消息 就是呢 礼拜二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再参加 最后一次的抽奖 还是有中签的几率 那么很多人在问 我拿这个古旅券 可不可以跟其他的券来使用 比如说五倍券 答案是可以的 另外呢 国旅券的期限 小心哦 你千万不要过期了哦 11月1号开始使用嘛 一直可以用到 就是2022年 就是明年的4月30号为止 过了4月30号就过期了哦 饭店可以来消费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是住防疫旅馆的话 就不在这个国旅券的使用范围之内 另外呢 也不需要带证件 另外呢 今天有一批这个远警来抗议退休的远警 因为呢 蔡英文今天啊 出席了一场活动 那么民主时刻馆启用 退休警察协会人员呢 在园区外陈情抗议 希望要求蔡英文下台 那么退警协会呢 提出了和军人同样待遇等三样诉求 包括呢 假设军人跟警察同样的疾病同时住院 军人不用钱 但是呢 警察却要缴一万多块钱 一般公务员的时数上班呢 是八个小时 但是呢 警察每一天是十二个小时 因此呢 警察的所得替代率应该要另外来计算 另外呢 是公务员加薪的消息抛出之后呢 退休人员却没有同步 这些都是退警人员希望提出的诉求 不过呢 在今天蔡英文出席的活动呢 到处都有严密的管制 退警协会人员只能在园区外呼口号 并且强调 如果蔡英文没有给出一个招待 未来他们要继续到各大的活动场合抗议 最后呢 这一场抗议是由国安相关人员 收下了陈请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